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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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台湾的熊猫BB猿仔 风摸整个台湾 香港熊猫都开始加把劲 来在香港六年的盈盈 今年有明显的怀孕迹象 可能会生第一只港产熊猫 盈盈最近整天都睡觉 早上11点都不愿起床 可以观察到他的情况 海洋公园透露 形影近期的荷尔蒙分泌增加 连最喜欢的竹叶都停了没吃 专家判定他人味甚浓 有怀孕的迹象 而住他旁屋的洛洛似乎 未知自己可能会做爸爸 如常征灵活潑 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吃竹叶 吃饱了又到处走 再被工作人员跟他做检查 玩到落极忘影 红猫要怀孕其实都很难 因为他们的发情期 好像大时大折一年只得一次 为时一日到三日 海洋公园在今年7月 就安排盈盈盈和落落共处一室 但他们太过纯情了 自己交配三次都不成功 最后要原方做人工受孕 但人工受孕都不是包生仔 虽然盈盈有怀孕的迹象 但其实所有痴食熊猫 无论在发情期有没有交配 都会有这些迹象 有可能是吃炸糊 盈盈过去都试过假怀孕 不过她今次怀孕的症状 就比以前明显很多 是不是真的有了 原方要等多两个星期才知道 熊猫的怀孕期是由70日到300多日 不过平均是120日左右 以盈盈的受孕日期来推算 10月中超超声波 就会知道是不是有了 最快10月底 港产红猫就会出生 台湾的团团圆圆 早前生了圆仔 大受欢迎 动物团上载到YouTube的影片 狠狠的都有几十万 甚至过百万的点击率 海洋公园的专家 正密切观察盈盈 如果她开始用竹叶竹巢 又或者开始抗拒人 怀孕的机会就更加大 盈盈是否真的有起呢 很快就有答案 今日新闻支付到这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